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到他之后 人生的风雨绕过了他 疫情期间 他亲力亲为地照顾他和三个孩子 让他相信了所谓的公主命 他向他求婚 他迟疑了 我离异 还拖着三个孩子 你确定娶我全家 没想到他坚定地回答 你的孩子就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我爱你 当然要爱你的全部 一句话让一个接近四十岁的女人嚎啕大哭 爱你的男人觉得你样样好 不爱你的男人只会挑三拣四 二婚的女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正如有句话所说 一婚的女人是玉 纯洁但易碎 二婚的女人是宝 珍贵 但是不容易撩 二婚这个话题大家并不陌生 但是很多人还存在困惑 为此我们在深入采访了一百位二婚的女人 选出了三个比较经典的案例进行分析 一 结婚后老公开始嫌弃我跟前夫的孩子 刘女士再婚三年 孩子五岁 男方的家人极力反对 特别是婆婆 她甚至出言不逊 指着我的鼻子当着众亲属的面 骂我二手货 带着个拖油瓶 那时候她一直坚定地忽在我身边 甚至不惜和她的父母冷战 执意要娶我 许弄我一生幸福 毒气加上感动 我毫不犹豫地嫁给了她 刚结婚那会儿 我和前夫生的孩子才两岁 我从没见过她抱过孩子 她给出的理由是不喜欢孩子 我也觉得不能勉强 毕竟我是图她对我好 而不是对孩子好 前两年她总是花各种心思 给我制造浪漫 我喜欢看电影 她就在私人影院里办了会员卡 充了钱让我随时去看 如今她对我却是很冷淡 我给她发消息 她要么不回 要么很晚才回 我居然被她设置成了消息 免打扰 当年结婚穿的婚纱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她就直接卖掉了 公司发了奖金 她隐瞒不报 怕我给孩子报夏令营 她弟弟装修需要花钱 她二话不说 赚了三万 另外孩子五岁了 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 有时候我很忙 就让她去接送一下孩子 谁知道她一脸不耐烦 当着我的面 也敢对孩子凶 孩子经常哭着 想离开这个家 吓到孩子哭 我就去找她理论 谁知道她一脸理直气壮 又不是我儿子 我供养她吃喝 她还敢顶嘴 真的是白眼狼 还不如送给你前夫去养呢 少来烦我 半路夫妻永远是贼 赎金孩子成了我们之间的导火索 毅然一爆 为了孩子 他要么跟我吵架翻脸 要么就是冷暴力 我真的心寒了 说好的 给我幸福呢 二 再婚后 又生了一个孩子 我们却离婚了 王女士 再婚六年 大女儿十岁 小儿子三岁 我和老公都是二婚 各带着一个孩子 有缘相识并走到一起 真的不容易 我们上一段婚姻解体的原因 如出一辙 前半旅有了外遇 我们算是同病相连 但是现在冷静一想 同病相连的感觉 确实能引起共鸣 一下子拉近两个人的距离 却不足以让我们走进婚姻 前段婚姻的失败 都是我们两人迫切地 想要重组家庭 重建幸福 它与我而言 就像是一棵救命稻草 不仅拯救我于悲痛中 还能给我儿子 一个完整的家庭 认识半年 我们就火速结婚了 可是为何婚姻总是 这么不尽如人意 她的儿子很顽皮 比我女儿小一岁 俩姐弟经常不搭理对方 甚至会吵架打架 老公帮亲不帮理 总是要让我女儿让步 原因是我女儿比她儿子大 这让我心里开始有疙瘩 但是我也觉得 比起另一半出轨 这个疙瘩简直不值一提 为了抚平这个疙瘩 我决定主动出击 和她生一个孩子 有了孩子作为连结 也许情况会不一样 我爸妈极力反对 公婆数次要求我做流产手术 他们声称 一个孩子我们都搞不定 更何况三个 我老公觉得无所谓 怀孕后 她有一次心血来潮陪我去运检 因为队伍太长 她抱怨了好久 我反击了几句 她就提前回了家 想想 真让人失望 有了孩子之后 我每天要么在照顾小儿子 要么在调解两个大孩子之间的矛盾 我很强势 但我也渴望关爱 希望她多分担一点 每天大声指责 她的不作为 而她 就像聋了哑了 对家事一概不闻不问 更气愤的是 有时候 她会妨碍我教育小儿子 一味地溺爱孩子 她的大儿子 看到爸爸更宠爱弟弟 经常嚷嚷 我抢走了她的爸爸 我的女儿也嚷嚷 我只爱小儿子 两人都是小儿子为眼中钉 在孩子眼里 小儿子无疑剥夺了 父母对他们的爱 养了三个孩子 各方面都要花钱 而她看到我的消费金额后 勃然大怒 骂我败家 则我花钱大手大脚 我们甚至会在高速路上吵架 她开着车 狠心地把我赶了下来 结婚六年 我的婚姻只剩一地鸡毛 还扎不成鸡毛胆子 她多次宿罪未归 二婚 我无非是从一个坑 跳入了另一个坑 最后 我选择了离婚 三 我很庆幸遇见她 黎女士再婚五年 女儿六岁 她是在我离婚两年的时候出现的 那段日子 我刚刚走出前一段婚姻的阴霾 还没想过要再婚 她就一直默默地陪在我身边 告诉我 不结婚也没关系 事无巨细地照顾我 我对她不冷不热 她却待我热情如意 坚持了大半年 我选择了再次相信婚姻 双方父母也很支持 婚后甜蜜依旧 她带我去看海 摄影 旅行 我的生活 一下子多姿多才起来 我有些小想法 她不会嫌弃我幼稚 而是尽量去满足 现在 我怀孕五个月 她主动打开 家庭妇难模式 每天下班 基本都是陪着我 亲自下厨 还跟着网上的视频 学会了给孕妇按摩腿 坐完月子后 她更加拼命工作 说要给我们母子 更好的生活 出差前 她会把家里的煤气灶 电池换掉 以防万一没电 她会把家里打扫干净 把冰箱填满 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曾经以为 自己是幸福的绝缘体 直到遇到她之后 我每天心怀感恩 感谢生命的馈赠 四 二婚中藏着危机 也带着转机 有人再次遇到渣男 有人遇到神仙老公 想在二婚中寻到幸福 你必须清楚 这三点 第一 重视自己 别丢了自我 离过一次婚的女人 千万别自贬身价 别信什么 二婚男人是个宝 二婚女人是根草 这样的偏见 不要急于 在下一段婚姻中 证明自己的价值 不要把生孩子 当作拴住现任的法宝 你要学会真爱自己 别人才会真爱你 电视剧 谁说我结不了婚中 丁诗雅 为了能成功 将自己嫁出去 选择了 一味地讨好男老板 抓住那一点 小小的暧昧 全身心地 付出了六年 以为对方会感动 谁知道 男老板早已另娶他人 女人 永远要为自己而活 提高你的配得感 你值得更好的 你的幸福 只能靠你自己来成全 第二 处理好拥挤的关系 二婚的人 大部分都带着孩子 要么是一方带着孩子 要么是双方都带着孩子 不要以为 有爱饮水宝 二婚要慢 和对方多多磨合 处理好多层次亲密关系 贾经文和修杰凯的婚姻 一直被人津津乐道 他们就是处理好了 这些亲密关系 贾经文对孩子 一视同仁 在我们家 绝对不会有 姐姐要让妹妹 这种说法 我对待他们两个人 都是一视同仁 修杰凯对于贾经文 和前夫的孩子 五同妹 也是捧在手心里关爱 他说道 我不觉得 这是一个障碍 这是他人生的一部分 一句话 让家庭更加和睦 让夫妻间关系 更加和谐 没有完美的婚姻 只有会解决问题的女人 人心都是肉掌的 你对我的孩子好 那我也投桃报李 二婚的人 最忌讳 相互提防 相互算计 前文提到的刘女士 和王女士 都很困惑 如何去处理 重组家庭中 拥挤的关系 如果处理不好 建议你暂时不要 再步入婚姻 第三 勇敢表达需求 不让对方猜谜语 有时候 你为维系一段关系 付出了很多 想要得到伴侣的肯定 你可以勇敢表达 自己的需求 我想被你看见 希望你在言语和行动上 肯定我的付出 有些女人在婚姻中 希望另一半 关心自己 分担家务 却往往生着闷气 要对方来猜自己的心思 而男女间 思维方式存在差异 男方会觉得 女方生气的 莫名其妙 正如心理学家 米吉法恩曾经说 由于你将自己的想法 感受和意见 深藏于心 所以你的伴侣 无从得知 因此你无法发展 真正的亲密关系 其实不妨换一种说法 撒个叫 告诉老公 自己今天真的累了 鼓励和表扬并存 让她体贴你 主动扛起责任 当她干完家务活后 你可以给她一个拥抱 给她地上水果等 依表你对她的肯定 最近 凭借中立题 乘风破浪 中立题 火出一个新高度 尤其是在 跳舞娘的时候 整个人 焕发出 无可救药的魅力 让人挪不开眼 观众们 评价她为 动灵女神 看一个女人的婚姻状态 看她的经济神 就够了 中立题 曾经有过失败的婚姻 但是她从失败中 不断获得经验 如今把婚姻经营的 风生水起 记得 曾经在一档节目里 中立题和老公 进行比赛 中立题 撒娇对她说 求求你让我赢吧 这可爱的模样 让张伦硕 很是动心 有些人 从不会去总结 婚姻失败的经验 最后反复摔跤 反复跌坑 二婚并不可怕 年龄也不是质物 对自己的偏见才是 把幸福握在自己手上 从今往后 做个乘风破浪的女人 本期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觉得文章不错的话 请给阿豪点个赞吧 也欢迎关注阿豪在脸书的主页 期待与您在脸书相遇 每篇播放列表 可以听到阿豪的声音 有更多想要阿豪 讨论讲解的情感问题 欢迎在评论留言告诉我们 不知不觉 陪伴大家快两年了 很多朋友 在每篇的陪伴下 成为了越来越优秀的人 还有很多新来的朋友 欢迎你们的到来 如果你觉得现在走的道路 很艰难很难走 那你一定是在走上坡路 每篇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